原标题,美航母到这里要绕道,俄罗斯出动杀手解媒体,绝对的航母杀手。 据《环球时报》9月27日报道,俄罗斯北方舰队于日前在北极举行军事演习,此次演习俄军针对岛屿防类、区域拒止能力等进行了检验,值得注意的是,俄军此次演习中,首次使用了K300P堡垒暗机反舰系统。 这款暗机反舰系统能够搭载多枚宝石级超高音速反舰导弹,威力巨大,因此这款导弹也被媒体称之为绝对的航母杀手,是俄罗斯杀手剪辑武器。 毫不夸张地说,即便是美国航母,至此也要绕道而行,否则将面临被击沉的风险。 宝石级超高音速反舰导弹是俄军装备的第四代反舰导弹,它的飞行速度达到2马赫,射程接近300公里,并且能够在强电磁干扰的条件下,对航母在内的大型海上舰艇编队,以及运输舰队或登陆编队实施打击,实际性能远远超过前代的亚音速反舰导弹。 美国航母战斗群拥有着强大的防空实力,但实际上,直到目前,对于超高音速反舰导弹,美国宙斯顿战舰,很难有相对完美的拦截方案。 更何况在战时,俄罗斯将发动数百枚反舰导弹,对航母战斗群进行饱和打击,这对于美国航母将是致命一击。 当前俄罗斯所处的外部环境并不乐观,除了要提防欧洲方向,北约国家的军事动作,还要时刻关注中东及地中海附近游戈的美国航母的军事动向,提高俄军在各个战略方向的区域拒止能力。 据称俄罗斯为了进一步提升对美国海军的打击能力,下一步还将研发能够搭载超高音速潜射导弹的北风之神A集合潜艇,这将在宝石反舰导弹的基础上,进一步增加导弹对美国航母及各类水面舰艇的威慑能力。 当然,除此之外,俄罗斯近日还爆出了另外一些杀手锏,包括重启俄军位于北极的大型军事基地,这些基地能够起飞俄罗斯重型轰炸机,打在核弹时打美国本土,这也是美国如今再次重启第二舰队的真实原因,可以预计,未来北极将是下一个战争冲突的爆发点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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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